欧冠单赛季进球前11了 本季神人冲击C罗莱万梅西三强地位 欧冠小组赛已经全部结束 小组第一 曼城 利物浦 阿贾克斯 皇家马德里 拜仁慕尼黑 曼联 里尔 尤文图斯 小组第二 巴黎圣日尔曼 马德里竞技 葡萄牙体育 国际米兰 本菲卡 比利亚雷亚尔 塞尔斯堡红牛 切尔西 本赛季欧冠淘汰赛 抽签将在本月13号举行 而本赛季最亮眼的球队 必须是阿贾克斯 他们队中的球员阿莱 更是本季欧冠最出色的球员 阿贾克斯小组赛狂轰20球 保持全胜 而阿莱一个人就打进10球 不仅占据球队一半进球数 还领跑射手榜 以阿莱如此夸张的进球数 以及阿贾克斯如此的强势 我们有理由期待 阿莱他将成为最有可能冲击C罗莱万梅西的球员 欧冠单赛季进球数前10 有有9个赛季是梅罗莱万 范妮以12球并列第6 12球也是前世门槛 单赛季打进10球并列第11位 欧冠单赛季进球前10 1.C罗 17球2013-14赛季 2.C罗 16球2015-16赛季 3.C罗 15球2017-18赛季 3.莱万 15球2019-20赛季 5.梅西 14球2011-12赛季 6.范妮 12球2002-02赛季 6.梅西 12球10-11赛季 18-19赛季 6.C罗 12球12-13赛季 16-17赛季 阿贾克斯小组同名出现 他们至少还有两场比赛 按照本赛季阿莱场军1.67球 那么两场比赛 他可以打进三球以上 阿贾克斯潜在对手 包括巴黎 马进 国米 本菲卡 萨尔茨堡 比利亚雷亚尔 切尔西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